远程投风4000亿人 从气候远人的东南沿海 远赴风沙漫天的西本大漠 陆军第31集团军 某艇军导弹的弹 战归一趟的士兵实弹 拦截有变 陌生的地义 热力的气氛 给演练带来了怎样的麻烦 力气飞速来起 导弹战车却突发固大 冠军们经受了怎样的生死考验 历见一天处理 晚空展射天蓝 军事即时 本期播出大漠必见 陆军防空导弹 拦截训练即时上机 这里是位于甘肃九泉的戈壁深处 苍茫大漠战彻轰鸣 为了顺利完成三天后的 石兵实弹拦截影殿 陆军第31级团军 某地空导弹团官兵们 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 二零部队一旦好 明白 机动占领射击上天 各战准备机动 三战明白 八度准备机动 二零三战 在这次实弹演练中 担负机动抗击任务 按照战斗编组 每个战车组 有两名导弹操作手 共同配合 来发现目标 锁定目标 为战长提供目标的相关数据 协同完成对目标的 发现 锁定和抗击 然而 距离演练只有不到三天 二零三战的 一号导弹操作手雄辰 却被战长终止训练 在对具有高压的部分 如高压整流器 配有行魔管的输出装置 以及配有阴迹射线的组合 进行检查时 要注意高压 四 在战车行进之前 在战车行进之前 继续 你背啊 快打把了 你还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 让你背个操作规程 几百个字 你背不下来 雄辰是参与此次 实弹演练的新人阵营 因为在前期训练考核中 成绩优异 雄辰获得了第一次 实弹射击的机会 这也是他初次 近距离接触真实的战场 然而 在来到阵地后的首次训练中 雄辰却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被战长接拥 暂停训练 并要求他重温操作归程 那么雄辰究竟犯了一个 什么样的错误呢 这是一个功能检测的面板 这个旋底的话 它是应该正常的状态下 它应该是打到功率的状态 这下面这个红点 功率状态 也就是我们的初始位置 它当时检测的时候 一不小心打到这个 搜索给它造成细数 正面去了 你如果打到这个上面以后 目标搜索给它探测信号 它无法发射的探测信号 接下来的一系列工作都无法完成 无法跟踪目标 无法准备导弹 雄辰所在的这个地空导弹部队 是一支重要的野战防空力量 肩负着对空掩护的神圣使命 必须做到及时发现目标 稳准锁定目标 精确摧毁目标 而无法发现目标 就意味着无法发射防空导弹 不仅不能完成掩护任务 甚至自身还可能被对方摧毁 我刚才看到他做这个错误的动作的时候 我当时是那种很崩溃的状态 就是说这个工作确实属于我们的 最基础的训练内容 他就是没有做到位的话 选择它这个第一个基础 很不牢固 第二个我们那个注意力 它不是很集中 当时脑袋有点懵 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接触战车学的 可以说是第一个东西 然后付完功能检测之后 我有一个开关吧 就是初始位置没有回复到位 然后加了高压 当时战长很生气 然后我拿上了我们的教材 战车教材 然后将把最基础的战车使用规定 让我背下来 第一次可以说是第一次见战长这么生气 距离实弹演练 只有不到三天的时间 紧要换套 凶尘的低级错误 让战长接用十分担心 实弹设计的工作 如果一个旋律打得不到位 就像刚才他刚才犯的这个错误的话 他也会导致我们下面一整套工作 没办法继续进行下去 发射在即 出现失误的雄臣还能继续留在203战车的一号操作手站位上 他们正在执行的又是一次什么样的演练任务 2016年7月 根据年度计划 陆军第31集团军某地空导弹团 从驻训地浙江渠州出发 历史八天奔赴西北大漠 他们将在这里进行多个课题的使兵实弹综合演练 着力提高精确指挥 精密协同 精准抗击的野战防空能力 然而 具体演练课目还没有展开 大西北强杀陈天气 就给官兵们来了一个下马飞 漫天黄沙瞬间席卷阵地 一望无际的隔壁滩上能见度不足20米 风里足以将战车的罩衣掀翻 为了避免战车受封杀影响 官兵们抓紧对每一辆战车的罩衣进行紧过 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 跟想象中的差距还是很大 升起会多少一些不适应 因为之前遇到沙尘暴 我们会加班加点连续工作很长时间 精神上也会有些皮脑 对于这些驻地位于东南沿海的官兵们来说 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经历沙尘暴 因为气候不适应 缺乏足够的经验 凶尘在演练前的第一次训练中 就出现了严重失误 那么接下来激动抗击课目的训练 他还能顺利参加吗 机动抗击 是通过预警雷达及时补入敌方行动信息 判明敌方的企图后 将战车机动到社府里 对敌方目标实施精确抗击 在实际的陆军的作战过程中 肯定是动态作战 而不是静态作战 那么动态作战就要求我们在洞中能够侦查 洞中能够抗击 因此这个科目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是意义是比较重大的 这次的实弹演练 雄辰所在的203站 就将完成这项机动抗击课目 相比于其他导弹拦截课目来说 他对精准和快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过我是静态的 空中目标是动态的 那么我的操作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 那么目标在动 我们自身也在动 那你这个操作要更加娴熟 要更加到位 要配合得更加默契 对战长接勇来说 为了保证实弹发射的万无一失 必须确保所有操作人员临时务 203站究竟能否完成任务 关系到整个演练任务的成效 战长接勇不敢冒险 他已经做好了把雄辰换下来的准备 我在想 能不能找一个心思更准备的人来替代他 因为我感觉 感觉不会坏人 到了这个结果眼上坏人 战长是需要很大很大决心的 然后没想到他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 他真的打算换我呀 战长打算换人的想法 让雄辰十分忐忑 更让他感到纠结的是 替补的操作手 竟是屡次和他在各种场合交手的汤优秀 汤优秀 名叫汤采君 和雄辰一样 也是今年三月被调到发射站担任操作手的新人 虽然也是新手 但汤优秀或是严谨踏实 在考核中和雄辰的成绩不相上下 因为前几天另有任务 所以没有担任操作手 但是战长兼勇考虑 一旦雄辰不能上任 将果断换上汤优秀 生活中 雄辰和汤优秀算得上关系很好的朋友 但在赛场上 他们两个是一对势均力敌的对手 经常激烈角逐 难逢高下 我当时既兴奋又惊讶 兴奋作为一兵操作手 他最大的荣耀 就是上战车亲自操作 补助目标 命中目标 发射导弹命中目标 惊讶的是都已经临阵打靶了 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所以说非常惊讶 使兵时代以后 更像是一次洗礼 真正打过弹 上过战场 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导弹射手 面对汤优秀如此强劲的对手 雄辰意识到 战长要动真可怕 出事不力的熊辰 能否继续留在战队 面对熊辰和汤优秀 两名新任操作手 战长接勇又将如何选择 实弹演练的日子即将到来 紧要关头 他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 巨师技时正在播出 大漠意见 陆军防空导弹 拦截训练 即时上级 我怎么没有回去啊 不想回去 为什么不想回去啊 到这里还有一点不适应 马上就开始演习了 昨天又犯了个错误 我战长跟我说 要换人 要把唐佑秀换上 所以你是在这儿自己训练 对 已经输过他一次了 不能再输了 吃饭午休的时间 烈日烘烤镇广袤的戈壁 天气燥热 风沙漫天 凶尘正在一个人 给自己夹变 四十多度的烈日暴晒下 我们记者都感到 晒得浑身发疼 更不用提这样一天跑步 训练就是调整自己 所有的状态 然后第二个是 要向战长证明自己 在车伤里训练就是 因为之前错误就在那儿犯的 从那儿跌倒就要从那儿爬起来 就开始练 然后你们看到我跑步的话 主要是想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 还有身体状态 眼看着实弹演练的日子越来越近 战长却迟迟没有明确表态 熊臣和汤又秀 战长究竟会做何选择呢 当时考虑几个问题 第一个两个人都是新人 这个训练的时间都不长 但是熊臣呢 跟我们配合的时间就稍微长 底子稍微厚一点 汤才军的话 虽然那个态度非常关键 非常积极 但是跟我们配合的机会还是必要少 熊臣和汤才军不知道的是 战长基荣也在他们两人之间犹豫不决 演练中的机动抗击课目 要求车队人员有高度的默契 有时只是一个眼神的配合 演练迫在眉睫 究竟用谁才能确保任务圆满的完场 战长也还不敢下最后定论 他还要看一下两人接下来的表现 其实不光是长期演续 但今后实战也是一样 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能力数字 第一个就是专业 他必须对装备武器装备操作系统非常娴熟 第二个就是战斗精神 如果没有一个顽强的毅力 没有一个良好的战斗状态 那是很难生认的 第三个我想就是应该具备一定的战术数量 第四个方面我认为也挺重要的 就是心理素质 因为对于我们导弹社会来说 目标出现很短暂 你动作超多的速度 有的时候你紧张了 你可能就抓一个东西 到真正面临要发射实弹的时候 那心理的状态完全不 那么如果到未来的战场上 那更是面临的深思考验 我有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状 我感觉很重要 导弹拦截目标只在数秒之间 然而一个导弹操作手 过硬的能力素质和强大的心脏 却需要时间的标准和时间的力量 尽管是竞争对手 熊臣和汤优秀 一直都在相互模拟中共同提高 然后就是大号手 你一号明白 然后你要解释你知道吗 解释哪个开关打到哪 好 你知道吗 你懂不懂 就最肯定就是 我说目标搜索那大输入输出 就是功率简的 那个不动 另外一个不动 对 好 然后掰翻 或叫表 然后叫表 叫表不按那个 叫表按钓嘛 看来有没有转到50 一起训练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两个相互会鼓励 也是一种功能提高 不断地把我们之前的一些问题 不论是技术上的 操作上还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都会相互去研究去 把它克服掉 所有的打 断高压打天线 先断高压再来 毕竟我们两个人的话 如果我被换下去 我肯定会 应该说很丢领 而且如果没有多次机会的话 确实会比较惋惜 然后还是 他还是能够帮助我 然后调整状态 然后一起训练 然后可以说是很感动的 而且非常感激他 三代可以下机 三代发射了 你能够 距离最后实弹演练的时间 越来越近 究竟是雄陈上 还是换汤优秀 站长接用 需要尽快做出选择 他决定 组织一次简单而有效的考核 根据结果来确定 我们是模拟的这个目标 27公里出现 然后两个人 轮流捕捉目标 我们当时那个雄陈的话 是25.59公里 捕捉上目标 我们汤伞军 是25.30公里 捕捉上目标 应该说雄陈的话 捕捉的目标更快一些 雄陈在考核中 以微弱优势胜出 这也帮助战长接用 做出了决定 雄陈将继续留在203站 作为我一个新人 而且因为之前没有配合过 战长他们带我 肯定也是背负很大压力的 而且肯定是有很大期望的队 我也不能辜负他们 距离实弹演练 只剩最后一天 装弹之前 为了确保战车性能良好 演练顺利展开 各发射战要进行民战前 最后一次的维护和检查 而就在此时 一项性能良好的203战车 却出现故障 它这个字幕显示 我们的战车 它是故障状态 战车的故障 会直接导致我们整个组 然后能不能参加 实战战车的演续 一定要把那个卡进去 你不行用去 螺丝线带一点 那之前没事吧 6点钟能减了出这位置 这个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是一个我们叫一个发射机的 它里面一个接口的 接口松动的 一般大家都想不到 这种接口会松动的 我们曾经以为 哪个某个器件 某个设备 然后有损伤 实际上就是接口 长时间的 然后跟车子颠簸 然后松动的 像这种比较小的问题 是比较难发现是吗 这个比较难发现 实际上问题解决起来 不难的吧 但发现起来比较难的 现在这个是 我看这个词跟那台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词它代表 这个战车准备好的意思 可以正常的参加 我们的实战战术演习 故障被排除后 官兵们特意对203战车 又进行了反复的检查和确诊 下午6点 各战车开始装填导弹 现在是最后的一个 一个比较紧张的阶段是吗 是的 现在就是我们进行 那个导弹专专阶段 这阶段我们最后准备的阶段 导弹专完的工作 我们这边还要进行一个 整个的一个检查工作 结果每年可以进行 实大设计的 夜幕加速 203战的官兵们 已经做好了 实战演练前最后的准备 雄壮的战车 严阵一带 在夜色中微闪平地 好像一把等待出击的地剑 在沉浸中 期待着黎明的到晚 远程投资4000亿 从气候余人的东南沿海 远赴风沙漫天的西本大漠 陆军第31集团军 偷一分导弹丸 战车上了师兵实弹 拦截与炼 陌生的地域 恶劣的气氛 给演练带来了怎样的麻烦 一旦飞速来起 导弹战车却突发过大 冠军们经受了 最热的生死考验 力剑以天触力 反攻展示天满 军事即时 下期播出 大漠一剑 陆军防空导弹 拦截训练 即时下集 中文字幕提供